各位姊妹們,今天又是我們十四會所今年開始第三度的姊妹聚會 因為時間有限,我們今天的見證非常豐富 而且你們可能看座位就知道我們見證人位是誰的 但是相信在你們還不知道見證人位是誰的時候看到那個文字的提案 一定心裡面覺得很期待 原來我們平常聚會的時候的姊妹看到她是這樣的形象 卻不知道其實她還有那麼一段很豐富的很深刻的經歷 然後今天會跟我們做分享 像我認識的妮弘姐是一個很優雅的姊妹 她的笑容很甜,笑聲很爽老,喜歡插花 這樣看之下會以為是很像不知人間幾苦的仙女 但是我在她家聚會的過程常常覺得她很細心周全 她關心我的時候都供應很有深度的生命的花 那她的叉叉的花是永生花 就象徵永遠的生命 那今天很高興貼在這裡就聽到 就是主在她身上的製作 然後還要告訴我們的故事 阿妹 那就是剛剛小婷已經開場介紹完其中一位見證人 我本來想說我們先鋪陳一下讓你們猜猜是誰 那這好像已經要破梗了 那我講講我對窮舞姐的看見跟想法 因為其實窮舞姐來到十字會所的時間 就是不是很不長 但是其實之前她一定在十字會所好長一段時間 那剛開始看到窮舞姐的時候 相信就是大家看窮舞姐的樣貌都會覺得她是一個就是 不多化 然後很樸實 可是做事起來默默地很能幹的姪妹 那這就是經過很多很多的相處跟大家一些過程 就發現其實窮舞姐才有她很感性 而且她在文字上是非常柔細的那一面 那今天你們可以親耳聽到她本人的見證 我相信感受上一定是更深更豐富的 那我們希望這個聚會就是我們還是 雖然是以見證分享的形式為主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預備好我們這個 千人的感覺讓我們有一個可聽的耳朵 去領會姪妹裡面那個豐富的基督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禱告作為開場 然後禱告完我們就會請我們的姪妹 就是上來做分享 主啊 祝耶穌 主啊 祝耶穌 主啊 祝福我們的聚集 主啊 祝福這樣的見證 祝我們姪妹訴說的是妳的豐富 咬人耳朵聽了 新的野獸肌力感動 而且我們裡面的主是何等超越浩大 是 主啊 也是浩大的 啊 祝耶穌 這樣的公益 啊 祝福哪一位 啊 祝耶穌 好 提醒你親愛的姪妹們要先把手機關進音喔 因為我們的姪妹他們非常豐富的音樂 那其實他們大家都很緊張 就是我們進行這樣機會 大概也知道時間不長的時間 就是所以很需要姪妹們的扶持 就是手機的部分就請天調震動 然後給我們姪妹 就是一個人要講30分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有一個最深的扶持 然後就把時間交給我們今天晚上的見證人位 阿妹 親愛的姪妹們 平安喜樂 阿妹 我是珍穎諾姪妹 阿妹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呢 可以在這裡見證基督如何主動的來臨到我 阿妹 然後我從一個不知道如何尋求基督的小女孩 轉變成一個必須倚靠主的恩典 才能將三位子女養大成人的母親 阿妹 對我的經歷能夠對各位姪妹們能夠有所幫助 阿妹 大家對我的認識 可能一直認為我是個好命的一師娘 家庭很圓滿 子女很和樂 主耶穌給我的都是福利平安 沒有任何的苦難和試煉 其實主給我的試煉非常的多 超過很多人的想像 在過去的33年 神借了各樣的環境厲害的變化了我 所以現在的我跟33年前的我真是天壤之別 從小我是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長大 媽媽生了五個小孩 我是老妖 哥哥姐姐呢都差了我五到七歲 十歲以上 所以我從小呢就備受克服 那由於小時候呢外型很討喜 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總是很受到長輩們的關注和疼愛 因為那時候住在眷村裡面 常常也有機會 代表村子裡面獻花給那些歷齡的官夫人們 在活動的時候呢 也被學校請選作成為師儀 到了五專的時候 因為外貌的稍微出眾 成為全校的注意焦點 因為這樣的高人氣呢 被學生活動中心選出來 作為校外的聯誼社社長 於是呢 我就開始注意外貌啊 愛漂亮啊 減肥啊 但是有一天 我發現我細嫩的臉上 居然開始冒痘痘了 我從來沒有長過痘痘 長痘痘對一般人 真的是沒有什麼 但對我卻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讓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我對自己就失去了信心 我擔心我可能不能夠去考通中小姐了 或是去當模特兒了 那時候我就開始對我的未來 非常的懷孔 我雖然有聚會 但是我對主沒有主觀的經歷 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尋求主 但是很奇妙 主卻要來尋找了我 那年我才剛滿二十二歲 我就要畢業的那一年寒假 的某一天 我從外面玩回來 家中來了一位我不認識的弟兄 那時候我壓根也沒想到 這位弟兄就是我未來的丈夫 他就在我對我自己快要沒有自信 最軟弱的時候 他出現了 當晚他看到我第一眼 就竟然被我深深的吸引 那一晚他又迫不及待 寫了一封道台信給我 說我是他心中的立百家 那時候我覺得 蛤?好驚訝啊 難道他沒有看到我臉上的痘痘 用我破名的皮膚嗎? 事後我問他 他說他真的沒有看見 這實在是奇妙啊 這真的是神做的 這可能是我這一生中 第一次經歷到神的作為 親愛的姊妹們 有時候我們以為是神來尋找我們 其實更多的時候 是我們被主來尋找 於是我就開始和我弟兄交往 因為當時很年輕 沒有馬上想要進入婚姻的生活 還想馬上繼續的升學 對未來還有很多的夢想 但是人的定義 卻比不上神的安排 因著弟兄當時正準備要進醫院 做住院醫師 需要趕快的安定下來 這時候我們就在現在這個地方 辦了一場結婚聚會 那一年我才二十四歲 原本想著和聰明又優秀的弟兄 進入婚姻 應該有甜美夢幻的婚姻生活吧 殊不知進入婚姻後 才是神準備要破碎天然的我 滿有才幹的弟兄 我還那麼年輕 也沒有什麼社會經驗 就要進入婚姻生活 這真的是神給我第一個 重大的試煉 那我們現在先來先來唱大本詩歌 五百二十六首 試煉中的安慰 第二節 神未成應許 阿們 阿們 謝謝阿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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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阿們 阿們 詞曲 李宗盛 你結婚的第一天 我的公公就告訴我 你的婆婆身體不好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作為長媳的我 必須要安排並且處理家族中 索咬的大小節慶 因著聖經的教導 要我們順從長輩 孝順父母 做才德的婦女 所以我也就乖乖的順服了 但是婆婆常常在我上班後 進到我的房間 說我的房間地上都是頭髮 但我都沒有注意到過 這也使我開始操練 更信心的準備打掃環境 好得到婆婆的稱許 下班後回到家 因和公婆同住 也不好意思回到房間休息 都得進廚房 跟婆婆一起準備晚餐 結婚前我是個妖女 從家在家裡從來沒有煮過菜 現在我必須要陪著婆婆一起煮飯 你們知道嗎 那個壓力實在是好大好大 我臉上的痘痘就越來越多了 我記得在第一次的年夜飯 我一個人拚了命的煮了十道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希望能夠得到婆婆的肯定跟讚美 沒想到婆婆的反應卻是說 你幹嘛擺那麼好看 婆婆直率且不散讚美的個性 常常讓我感到非常的灰心 我不只和公婆同住 家裡還有兩個小叔 讓我在家中實在是拿了壓力 加上弟兄又在醫院工作 實在是非常的忙碌 少了弟兄的陪伴和關心 使我感受不到新婚的快樂 雖然有聚會 但是我對主的經歷很淺 生命很幼小 也不知道如何的來依靠主 後來我發現我懷孕了 我好開心喔 我想如果我能夠生一個男孩子 我的公公婆婆婆一定會非常的喜歡我 一定會非常的高興 但是懷孕了沒多久 就有不正常的出血 我到了醫院檢查 我才發現是子宮外遇 必須要牽掉一邊的疏軟管 這個結果令我實在傷心至極 知道自己之後懷孕的機率 是別人的二分之一 若之後我又懷孕 又是子宮外遇 那我豈不是我再也無法生育了嗎 這時候的公公婆婆 會不會就更不喜歡我了呢 因此我常憂鬱 開始下沉 並且開始埋怨主 哭著說 主啊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年輕 我第一次懷孕 就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臉上的痘痘 開始越來越嚴重 從外貌到懷孕 簡直讓我破碎不堪 我的人生也到了谷底 主耶穌啊你到底在哪裡 雖然我還是有去聚會 但是我都得不到任何的安慰和喜樂 加上爸爸找事 媽媽又搬去哥哥小小家 跟我最親的姐姐 又因為工作忙碌結婚 使我沒有任何人可以訴說我心裡的苦 雖然有聚會 卻沒有享受 然而 就在一次的聚會中 就唱到剛剛的那首詩歌 雖然外面有許多的重擔 但就像副歌所說的 試練得恩序 唯爛有爛 無限的體諒 不死的愛 是主擦乾了我的眼淚 使我有力量 繼續過婚姻生活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經歷到主的安慰 後來公公婆婆搬去了大地家住 來自公婆的壓力減少了 原本想我可以開始過我想要的生活了 但是想懷孕卻不是容易懷孕 所以呢 我就自己想服了排卵藥 沒多久 我懷孕了 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只有一邊疏軟管 再懷孕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但是很不幸 我又流產了 這個黨籍 讓我以為我以後再也無妨自然生產了 於是我就更聰明 我就去拿排卵針 我要從人工受孕的方式 但是我卻懷了三胞胎 醫生卻希望我把其中的一個孩子拿掉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多胞胎生產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我的弟兄他卻很開心 他覺得這是神給的 一個都不能夠少 所以呢 我們仍堅持留住這三個小孩 並且我們把他取作 永幸 永望 永愛三個屬於的名字 希望 對 多有信心啊 但是到了第六個月 我想應該安全了吧 是不是姊妹們 六個月應該是不是應該安全了 於是我就出外去買小孩子的東西 沒想到到了晚上回到家 竟然就破水了 小孩子要生了 當時我非常的害怕 我非常的恐慌 醫生又說 小孩子死太多了 手卡在陰道 無法自然生產 必須要立刻補護 啊 因著是早產 醫生說 就只能保住其中一個孩子 我的弟兄就忍痛的 選擇了三個小孩子當中 臉色較為紅潤的一個女寶寶 因著早產的關係 那個寶寶有嚴重的腸胃災黏 也有心臟必所不全的問題 在緊急開刀數週後 還是無法挽救他用小的生命 我去看他最後一眼的時候 我忍不住痛聲大鼓 我知道 我再也不會有自己的小孩了 我用盡了一切方法 也無法生出健康的孩子 這時我的弟兄也是遭遇 他這一生中最沉重的打擊 自己身為醫生 卻無法救自己的孩子 覺得既無奈又軟弱 這時候我和我弟兄都覺得 我們的心已經死了 我們以後不會再有小孩了 我們已經走到了人的盡頭 我們放棄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經歷到 什麼是人的盡頭 我們人的信心是何等的脆弱 何等的微小 但是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當我們真的放下自己努力之後 神就開始做多了 我就和弟兄再次的回到主面前 向主祷告說 如果主覺得我不適合有自己的兒女 那我願意在造會中 服侍照顧屬林的兒女 Amen 現在我們先來再來唱一首大本詩歌 五百零八首 試煉中的安慰 第一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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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彼此 或是巨頭還是靈活 還有每一步彼此 所以當我們放下一切的努力 五個月之後 我居然意外的自然懷孕了 這真是一個十里復活的經歷 實在是太奇妙了 感謝主 我就告訴主說 我願意這附中的女孩 我願意這附中的孩子 是個女孩 將前一胎的寶寶 所受的苦難 全部化作祝福給這個孩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流產已經太多次了 所以醫生就守護我 要非常小心 謹慎地臥床十個月 這十個月 我的婆婆跟我的媽媽 也都來幫助我 希望我能夠順利地生產 果真 我在經歷臥床十個月後 寶寶健康地出生了 我們給她取名叫永盼 表明神給我們永遠的盼望 永盼從小好帶聰明 學習力很強 我一面照顧盼盼 一面把家顧好 弟兄則在學校和醫院努力地工作 我也在家開小台 過著稍會生活 真的是又苦又忙碌又喜樂 得到了盼盼 我和弟兄其實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們從來不敢奢望還有老二 沒想到又自然懷孕了 心中暗自希望是個男孩 後來得知又是個女孩 不免有些失望 因為做掌席的我 總是希望給顧家生個掌孫 雖然有點埋怨主 但是我心中還是有個盼望 主耶穌或許可能會把我 失去三個小孩全部還給我 好像約伯的經歷一樣 失而又得 然而我等待了六年 都沒有任何的訊息 後來因得弟兄工作的需要 我就帶著兩個女兒到美國過生活 我心中又開始想 這時候我再生個男孩 為主做現證 多好啊 我就默默地向主許願 而且我就開始要求我弟兄 多吃肉 多吃海鮮 大家都知道 多吃海鮮一定會生男的啊 所以呢我就是跟他講 你要多吃肉 你要多吃海鮮 沒想到 欸我真的懷孕了耶 請問姊妹 剛剛有注意在心的 我從剛剛到現場 我已經這次是第幾次懷孕了 對 感謝主我 你們有在一起在聽 我這個痛苦的經歷 原本想著主對我真好 答應了我的打動 會把我失去的三個小孩 全面還給我了 所以我就非常的有信心 這第三個小孩一定是個男孩 因此我就在教會中 再起來為主做見證 沒想到第三個月 我又流慘了 喔 主耶穌啊 開始附中的真的是個男孩 我覺得好羞愧喔 我都不敢去聚會耶 我甚至覺得沒有神耶 我真的想不通 為什麼神允許這樣的事情 一再的發生在我的身上 這是我這一生中 對主信心最低最低的時候 我的弟兄 他就花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把我扶持起來 我才能夠再來聚會中聚會 之後沒有多久 我弟兄竟然做了一個夢 夢中 他夢到他有一個兒子 那個兒子正要走向我弟兄 我弟兄正準備要抱他的時候 這個夢就醒了 我弟兄含著眼淚 我也知道我的弟兄 也非常想要有一個兒子 這時候真的是人的盡頭 但是也是神的起頭 神的安排 永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後來我們就回到了台灣 我們也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經過我又自然懷孕了 我心想 算了應該又是個女孩吧 我從27歲懷有盼 到現在又過了9年 我都已經變成高齡產婦了 當我要去醫院做羊毛穿飾的時候 我從超音波中 竟然看出是個男孩 我覺得真是太奇妙了 我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 當初失去了那三個小孩 主竟然在9年之後 一個不少的一個一個還給了我 除了有神 還有誰能做得到呢 這9年真的是一段 稱無為友使而復活的經歷 我真是一個非常小性的人 我心中不僅讚美神的作為 和神的信實 雖然神把三個小孩都還給我了 但是姊妹們知道 生小孩容易 要養小孩很困難啊 在教養小孩的世上 神真的是徹底的把我改變了 結婚了前10年 神接著各樣的環境 把我從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女孩 磨練成一個精明概念的母親 我開始對自己有自信了 也希望能夠照我的方式 來教養我的小孩 我希望給我小孩最好的教育 我也希望小孩能夠聽話 成為孝順的子女 我現在知道 我那樣的想法 是不符合現代教育的原則 但是那個時候我真的是不懂 我是個非常傳統 父權式的媽媽 由於弟兄在醫學的中心工作 除了看病 還要寫paper 還要教書 還要做研究 還要接負行政的職位 非常非常的忙碌 而我呢 我還要照顧生病的公公婆婆 我還要常常帶他們去醫院 我的老公 大家想也知道 根本就沒有辦法顧及我 還有孩子成長的階段的陪伴 我的弟兄常常搞不清楚 我們家老大讀小學幾年 常常搞不清楚 我們家的老二 現在是國中了還是高中了 因此我常常對弟兄有抱怨 但是每一次的爭吵 我們都卻能夠轉回道林裡 彼此認罪 我的老大永泰雖然從小很聰明 但是還非常的有個性 到了青春期更是叛逆到極致 我們常常有很多的爭吵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教導他 我有時候真的很氣我把他生下來 我只能不斷的操練的轉回道林裡 我們也彼此的為對方多次的流淚祷告 求主在環境中 使勇盼更多的來經歷神 更多的來被變化 我現在才知道 其實最需要變化的是我自己 永泰是神給我的一面鏡子 讓我看見原來我自己是多麼的強 阻礙了神的工作 我需要將我的己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裡面的主的生命還有機會活出來 原本我以為永泰不可能被變化了 我已經放棄了 但是還是那一局經節 是什麼呢 人的鏡頭就是神的起頭 永泰在考大學的時候 原本認為自己可以考上台大或陽明醫學系 但是卻沒有如他所願 這個打擊讓永泰終於醒悟 並謙悲下來 知道自己太驕傲了 不能只靠自己的聰明 卻不夠認真努力 挑戰當時有一位姊妹陪伴她讀經 盼盼也開始努力的讀書 只考放榜了 盼盼覺得神多給了她五十分 盼盼覺得很感動 知道神並沒有離棄她 所以盼盼就奉獻自己 要住進本營姊妹之家 一待就是五年 雖然不是最乖的姊妹 因為她不是美惠必道 但是她畢竟蒙保守的在聰貴生活中 感謝主她現在結婚了 也開家做菜 也認真打掃家 這些都是神變化的工作 現在我回想我當初和她那些衝突 都是因為我對主沒有信心 我以為永泰永遠不會被變化 才會發那麼大的脾氣 因此我向神學會了謙卑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完全沒有能力可以變化永泰 只有神可以變化她 我的老二永柔從小個性就很內向 很畏縮 是個非常沒有自信的孩子 她在學業上也不是很出色 但是我們並不會因為我們自己是醫生世家 為了面子的問題而強迫她去讀她不喜歡的私立高中 反而去讓她讀她有興趣的高職學校 這是神給的智慧 她高中就讀了台北市商的廣告設計科 柔柔她看見盼盼住進北一姊妹之家的變化 她好羨慕喔 所以她也想在大學的時候住進姊妹之家 柔柔在考大學的事上並不是很順利 她重考了一年 我們一家人陪著她哭 也陪著她禱告到主前 最後柔柔進了我們想也沒有想到的 台中霧峰的朝陽科技大學 雖然不是我們想要的 但是柔柔她因為住進了霧峰的姊妹之家 受到了良好的成全 也看見了許多愛主的榜樣 也向著主有許多的奉獻 畢業後她申請到了美國救星山的藝術大學 完成了平面設計系研究所 碩士班的學業 在學期間柔柔的作品 竟然被美國知名的軟體公司看上 邀請柔柔參與他們公司全球直播的節目 而且請柔柔做設計 也因為這樣的紀律 讓柔柔後來去了一家獲獎無數的設計公司 實習了一年 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都是因為柔柔畢業想要回台灣 參加全世界訓練 而向主有的奉獻 所以主也在環境中 為柔柔調度萬有 預備安排了這一切 畢業後 她竟然毅然決然的放棄了美國的工作 要回台全世界 我的心裡實在是非常的不捨 也覺得好可惜喔 但是她說 這是她對主的奉獻後 我也只好尊重她的決定 平臨而行 從柔柔的經歷中 也很鼓勵我 我們要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我們所需要的 神會加倍地加強給我們 且會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我相信柔柔未來的道路 主必做工 我的老三勇德 從小乖巧順服聽話 讀書很認真 而且人很單純 功課一級棒 國中高中都是市長獎畢業 期許自己能夠考上台大醫學院 但是主卻沒有聽她的禱告 因此她軟弱了 她不明白為什麼她認真進去 神卻給她這樣的環境 讓她覺得很羞愧 因此她停止了聚會 現在的勇德正在讀陽明大學 醫學系三年級 還沒有恢復聚會 我們雖然心疼她 她正在試練中 但是我和我弟兄都相信 這並有神的美意和帶領 所以我們要繼續來經歷神 享受神這奉用的恩典 佩利筆書一章二十節說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 並探望的 就是沒有一事叫我們羞愧 只要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 總教基督在我身體上 現今也照常顯大 Amen 以上就是我這三十三年來 被主變化的經歷 可以總結為下面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當我迷失的時候 是神親自的來尋找我 讓我可以來親眼的認識他 Amen 第二點就是 在高壓的環境快速下讓我成長 預備我將來接受更大的試練 藉著環境磨練我 自己學開車 獨立開家 愛念 邀請學生來家中 扶持我弟兄往前 照顧更多的學生和醫生們 不讓家母成為我先生的牽絆 第三點 在生產孩子的世上 經歷從無道有 失而又得 放棄我天然的自己 看見只有主能 因為生命氣息都在神的手裡 Amen 第四點 教育子女的世上 學習放下自己活基督 子女是神通過我們管教的 我們只需要負責他們的健康 品質生活 神自然而然會給他們環境 變化他們 照著他們的能力 發揮他們的才能 Amen 此上這些都是神給我的恩典 不斷的擴大我這個軟弱的人 希望我的這些經歷 能夠對姊妹們有所幫助 Amen 感謝代美主榮耀歸給神 Amen Amen 我先做個見證好了 講到這一路有聖徒的扶持 1997年 就是民國86年 Baby出生那一年 兩個月 他出生兩個月 我們全家到菲律賓去 然後每半年就要回來簽證一次 那有一次呢 我弟兄有任務在身 只有我帶著三個孩子回來 那一個根本還不滿周歲還要抱著 那兩個呢都還是五六歲的階段 那我一個人帶三個還有一大堆行李 結果有一個姊妹自告憤勇要陪我去 你知道是誰嗎 菊妹姊妹在哪裡 我二十幾年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姊妹這樣的扶持這樣的供應 她根本沒有要去遊覽 因為她陪我到菲律賓以後 我說我帶你去遊覽遊覽 她說我只是要陪你來 她陪我到了菲律賓 她就馬上趕回來上班 所以遇見你們 我才知道有一種愛是沒有條件的 這個扶持的力量 真的是一直的供應著我 在這個經過這些年這些過程 真的是一路上有太多扶持的力量了 我在做個見證 菲比心臟手術完以後 有一天晚上已經晚上快十二點了 李中倫弟兄還到病房去關心 那時候我並不認識弟兄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她也是我們愛主的弟兄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扶持的力量 因為我們有同一個生命 那我在講一個有一個花蓮的姊妹 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菲比在加護病房 她來到加護病房看望 她一直流淚她說 主就催促我 一直催促我 不放過我 一定要去看望菲比 我真的好感動啊 主啊 就是這樣的扶持力量 陪著我走過來的 阿們 其實我們在場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一路陪著我 然後這幾年 尤其是這一兩年 像玉芬和雅明啊 也常來我們家 元美姊妹啊 建華弟兄啊 也都很扶持我們 還有很多很多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一細數 這樣的力量 點點滴滴我都放在心裡 然後還有一個中立的姊妹 就是 當麗恩跟菲比求婚的時候 我們本來預計是 下個禮拜六要辦婚禮 結果她的病情急轉直下 禮拜天早上 醫生又說 你們如果要幫她辦婚禮 只有今天早上了 意思就是說 醫生覺得隨時都可能會離開 那主日早上啊 弟兄姊妹都要聚會啊 我要怎麼準備啊 我當下立刻打電話給中立一個姊妹 我說請你幫我準備菲比的禮服 她惡話不說 剛好我覺得神也很奇妙 神都準備好了 剛好她有一件全新的禮服沒有穿 因為她也是她自己沒有孩子 她弟兄也是醫生 所以她有很多漂亮的禮服 所以我才會找她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隨便找一件你平常比較少穿的拿過來就好 結果她就有那麼一件沒有穿過的全新禮服 她包計成車跟她弟兄 包計成車過來 讓菲比能夠穿著這樣的美麗的禮服來結婚 所以這一路的過程 你說是因為我堅強嗎 絕對不是 我一點都不堅強 我常常流淚 我有許多的眼淚 我也很感謝在高雄有一群姊妹 我們有一個媽媽打爆團 大概五、六個人 從一開始是我跟另外一個姊妹 因為她的兒子曾經白血病 經過了十多年都很好 當她知道菲比生病的時候 她第一時間就跟她弟兄來盼望 後來菲比復發 那一次我雙手發抖 兩隻手都是冰冷的 她握著我的手禱告 後來這個姊妹常常陪我禱告 我們後來就固定每週都有一次禱告 然後其他姊妹聽到了 也很可惡這樣的禱告 我們就常常來在一起 為每一家的孩子提名禱告 這樣持續了好幾年 大概有五年 我們每週一次為孩子提名禱告 我們也看見說 藉著提名禱告 孩子一個一個都有變化 有一個姊妹她自己是老師 她的孩子不上學 常常鬧脾氣 就是不上學 藉著我們禱告 我們不灰心的一直擋盪 後來這個孩子已經上大學了 那時候她是高中都不上學 現在也快畢 大學應該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跟他們繼續聯絡 我想應該也畢業了吧 然後有一個姊妹她的兒子 高中讀到快畢業 就說她要轉到鼓專去讀護理學校 又要從護理學校第一年級開始 這樣子熬練的過程 我們就為這個孩子一直禱告 結果現在這個孩子也當護理師了 所以一個母親為孩子的禱告 神一定會聽的 所以我們那個媽媽禱告團 持續了五年 那五年的禱告 真的是給我非常大的扶持力量 而且那時候 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常常跟主禱告、祈禱 我只有一個禱告 我說主啊,求你興起一個天使 安慰baby 我禱告好幾年 好像沒有什麼天使來安慰她 因為她生病 然後又休學 然後再加教育 她非常的孤單 她常常感到孤單 她很羨慕上學 很羨慕有同學、有同伴 能夠一起讀書 然後高中的學生 有些人都交男女朋友 她掃了一隻手 然後她化療、頭髮掉光 她沒有自信 她覺得沒有人會喜歡她 我跟主禱告 求你興起一個天使安慰baby 結果神為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過 耳朵未曾聽過 人心也未曾想過 我沒有想到 神從希臘 拆開一個天使 這樣子不離不棄 不棄的這樣真心的愛baby 甚至在她臨終前 給了她一個婚禮 讓她含笑著離開 這不是人做的 這只有神能做 而且很稀奇的 希臘的這個家 完全的愛baby 完全的接納她 這是很不容易的 誰願意讓自己兒子 去娶一個 少了一隻手 又癌症的人呢 可是我看見 立恩的家人 立恩的媽媽 她現在還常常跟我說 她懷念baby 她一直覺得baby好可惜 這麼快就離開 所以我覺得 就像 以諾說的 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這些事不是人能做 只有神能做 我很少交通我以前 我得救前的情形 其實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因為 我小學一直保持第一名 我是縣長講畢業 看不出來會笨 我小學的時候 在學校是很光光的 我前一陣子 才跟我小學同學聯絡上 然後一打電話 我同學就說 唉 張求榮 我就記得你 很會演講 很會讀書 就是 因為我是在校生 給畢業生的致頌詞 代表全校給畢業生致頌詞 然後呢 當我畢業那一年 又成為代表畢業生 向師長的致答詞 所以呢 然後又是第一名畢業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 那是因為我還沒有認識自己 慢慢的慢慢的 我才發現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然後高二的時候 因為我太愛做夢了 然後我太喜歡看那些文學詩詞 寂寇密密冷冷清清 漆漆漆漆探漆漆 然後我很喜歡做夢 然後我喜歡看詩 把無線放在手掌上 有衡在刺那裡追循 我同學呢 拚命準備聯考 我拚命寫詩 所以我就想而知 我的顧客不怎麼樣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得救了 然後我一得救就住進了新竹教會姊妹之家 然後不久以後 神就拆拍一個師母來成全我 這個師母是因為他三個兒子都在不親交大 然後他的弟兄很早就過世 也許有人知道認識他 他不久前被主接去了 他是一個個性非常強的師母 你想想看一個寡婦要帶三個兒子 然後後來兩個兒子都博士 一個兒子是醫生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能夠成全出這樣的孩子 可見他是多麼的嚴格 然後在我們姊妹之家 其他的姊妹都跑光了就剩我一個 因為在他嚴格的管教之下 人家都受不了了 然後我讀到畢業了 可能是因為他覺得說我是可造之才吧 後來我大二的時候 他就把我介紹給柯弟兄 那時候因為柯弟兄大肆 要去當兵了 他就說風箏放出去 要有一條線把他拉著 才不會飛不見 所以就拆派我一個任務 叫我每週要寫一封信給柯弟兄 我們動一句會信息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就結婚了 結婚才是我開始受苦受難的 因為我弟兄是一個很單純愛主的人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他們也有一點不疑 然後呢 我們訂完婚接受訓練 然後訓練很嚴格 訓練是不能夠交往的 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們已經訂婚了 甚至有一個姊妹跟我同隊 還常常在那邊取笑柯弟兄 他不知道我就是他姊妹 然後我們訓練一起以後 我們結婚了 結婚三個月以後懷孕了 跟我同期受訓的姊妹 如果有懷孕的就退訓養胎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叩門啊 每天叩門啊 而且是公寓嘛 爬到五樓 然後扣到一樓 這樣子不斷的爬樓梯 那我也很想退訓啊 我弟兄不許 然後師母也不許 然後就說你就是沒有心 你就是不愛主 因為他們就是希望我能夠跟上嘛 那我是看人家姊妹都可以養胎 我就不行啊 結果八個月胎死腹中 我不知道原因 八個月就胎死腹中 然後在視力賦幼 檢查說胎兒沒心陰了 要催生把他催出來 叫我回家拿東西準備 我在馬路上就嚎嚎大哭了 所以我能體會你諾那種心情 然後催生催出來 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男孩子 然後我不敢給我的公婆 也不敢給我的父母知道 因為我跟我弟兄全時間 兩邊的父母都非常反對 然後這下子 長孫沒有了 真的不敢講 然後直到有一天我媽媽打電話 那時候可能孩子沒有 大概一個禮拜了 我媽媽打電話說最近好嗎 我就哇哭出來了 我媽媽說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就說孩子沒有了 我媽媽一聽馬上從新竹包車 來把我帶回娘家去 她說八個月了 就算孩子沒了還是要坐月子 而且要坐滿坐好 當我在娘家裡要坐月子的時候 剛好遇到全時間訓練學員的畢業典禮 但是李長壽弟兄親自失訓 然後呢我的屬林媽媽還有我的弟兄 就一直催我回來參加畢業典禮 我媽媽說不要啦你要好好坐月子 我又不敢說我弟兄講了一句很嚴格的話 因為他那時候年輕了他現在有變化了 你們知道他說了什麼話嗎 他說你不回來就永遠不要回來了 我不敢跟我媽講說我弟兄講這種話 我只說我一定要回去 我媽也溜不過我 其實我出了我媽媽的家的門 我一路上流淚回到台北 參加這個畢業典禮 然後呢 後來我公佛知道長孫沒有了 那真的是他們氣死了 所有的氣都發在我身上 然後我就想說趕快生一個 趕快生一個來代替我原來那一個 偏偏就是沒有就是沒有過了四年 所以這四年中我公佛 我只要一回到國家 我婆我氣死了看都不看我 也還說你們就是太明耶穌了 所以呢才會有這種 然後呢 那時候我弟兄很年輕嘛 然後呢師母也很嚴格嘛 就說你就是不愛主 所以孩子沒有了 所以你知道我那四年怎麼過的嗎 然後呢 我還是一個全時間的姊妹 我要常常去服侍人 然後新人家裡有小寶寶 我心裡在流血流淚 我還要笑著來逗小寶寶 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我一次到主面前去哭說 主啊求你給我孩子 後來主真的給了 其實我公公婆婆他們是很明理的人 你看連以諾這麼愛主 他們擁柔要全時間他都不捨得 何況是我公婆他們都是農人耶 他們這樣辛辛苦苦從我弟兄國中 就送他去私立國中 這樣栽培他希望他出人頭地 結果清華大學畢業之前 一大杯科學員的公司去找他上班 他去當工程師三個月他就辭掉工作 出來全時間 所以我公公婆婆無法接受 因為他還沒信主 而且他第一年考上牙醫系 在鄉下的話考上牙醫系 就已經是不得了了 全村的人都要放鞭炮為他慶祝 結果這個兒子清大畢業去 當傳道人所以鄉下的朋友 一問我公婆說你兒子在哪裡工作啊 他們都說不出口 他們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那個氣就要發在我身上 因為他講兒子不聽 他就會說你就是一個不聰明不能幹 沒有辦法把你丈夫拉去上班 所以你知道我這些年 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當然我婆婆其實也是很疼我的 因為怎麼說呢 當我白了科以諾 生完我婆婆幫我做月子 做得非常好 她非常盡心幫我做月子 所以我本來有腰痛 因為第一次胎死腹中以後 我腰痛了四年 後來我生了科以諾 做完月子我腰痛完全好了 而且第二年就白了科以諾 然後果然幫她生了一個孫子 我公公婆好高興喔 馬上買了一個全新的新車給我們開 消民他們真的是愛我們的 而且他們到現在八十多歲喔 還下庭工作 然後幫人家撥蒜頭 一天兩三百 可是她聽說我們科以諾要買房子 二話不說就拿幾百萬出來 我覺得我都做不到嘛 所以這麼好的公婆 需要主的憐憫 需要 也需要給我姊妹 需要姊妹們 幫我婆婆拜託 懲罰女士 希望她能得救 然後講到說 我弟兄他是很單純愛主 然後呢 為了工作的需要 常常都要搬家嘛 兩三年就搬一次 然後呢 每次搬家都是我的事 因為他到處就是服飾啊 很少在家嘛 然後呢 全部的打包都是我的事 然後我還要搬房子 所以我常常會有怨言 尤其孩子都要搬房子 就是他們小孩子很重感情嘛 要離開同伴 總是哭哭啼啼的 到了一個新環境 又要適應好久 所以每次搬家對我來講 都是一個試煉熬煉 但是呢 也是藉著這樣子 我也感謝主 讓我很能夠適應環境 後來呢 甚至到了菲律賓 到菲律賓南島 有去過的人就知道那裡 是多麼的落後 多麼的貧窮 然後 在那裡 剛開始去的時候呢 菲律賓想說我們台灣有錢嘛 所以呢 我們去呢 我們家的生活 台灣一定是會悟到的啊 那但是菲律賓是很 有很多的教會 聖徒也很多了 所以台灣也認為說 去到那邊 菲律賓會供應呢 所以我們前幾個月 就是花自己的存款 存款花到快差不多的時候 心裡就開始著急了 但是我弟兄都不去交通 因為他覺得要憑信心過生活 所以我弟兄呢 他是一個很愛主的弟兄 年長的弟兄姊妹都說他很好 小孩子也很喜歡他 可是只有我姊妹說的不好 因為嫁給這樣的弟兄很辛苦 是我自己說的 辛苦是我自己說的 再來還有祭祖的問題 因為我婆婆 他是非常的重那種家族觀念 拜祖先 他非常的重視 然後呢 那個除夕業 不是還原業嘛 如果我們不回去 他們就會一直打電話吹你 如果我們回去 又為了這個祭祖 然後吃那個拜祖像的東西 這件問題真的是已經很多年了 前幾年我們都是啊 回去吃晚餐前我們就趕快溜 大家都在家裡吃團圓飯 我跟我弟兄那時候沒孩子嘛 前幾年沒有孩子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就就 淒淒黃黃的從家裡跑出來 然後車子班次也少 然後外面賣東西的也少 我們就常常把他除夕業 餓著肚子回去 後來呢 就乾脆除夕前或除夕後回去 不要在那個愛偶像的時間回去 然後 否則就是會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形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何必這麼堅持嘛 吃一下不會怎樣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把食物分出來一些不好嗎 但他會覺得你們就是這樣做怪 因為他不了解嘛 那也不能怪他 他就會說 你們這些人 祖先是要保佑你 我拜祖先你就不吃 哪有這種道理 他就無法了解 為了這個問題我們也是經過很多年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主 我婆婆我現在會把他分開來了 阿們 而且 我也是很感謝主 我婆婆我從 完全不接納我 到現在非常疼我 你看 他非常疼我 我們昨天才回去 你看 他現在對我很好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他也看見說 教會的姊妹是不一樣的 阿們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些試煉中 常常都有神的恩典 阿們 我還有幾分鐘嗎 阿們 繼續講 繼續說 阿們 那 好 所以 走過這些路 我就發現說 神要用我們 他就會有一些環境來試煉我們 鼎位煉銀如位煉金 唯有耶樂華熬煉人的心 阿們 他以諾姊妹 今天他能夠這樣 因為他經過了這些環境 如果 完全一板風順 度量沒有辦法被擴大 阿們 所以有時候一些的環境靈道 其實是 主為了製作我們 把我們做成神的傑作 就像雅各一樣 一個抓狗的雅各 一個狡猾的雅各 經過了許許多多的環境 神的錘煉 後來他變成了成熟的以色列 一個祝福的以色列 所以我覺得 我這些年變化很多 我弟兄也變化很多 他 以前他是單純愛主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夠柔細的念 其實我發現 從菲比被主接去以後 我弟兄真的改變很多了 那我也很感謝 很感謝主 在菲比生命這過程中 神的恩典夠我用 因為我曾經經歷過神的應許 他說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從那一個應許以後 菲比一直得獎 得了很多獎 教育部頒發的獎 有時候根本不是我們去爭取 他就是獎一直過來 那個神的應許 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我就真的看見了 後來主又給我一句話 幕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榮耀 我本來以為幕後的榮耀 是指菲比要得醫治 為主做剛強的見證 復活得勝的見證 結果不是 他把菲比取去了 但是呢 神藉著菲比的生命故事 繼續做功 很多的不信主的人 看著菲比的書 看著他的故事 就很能夠很願意來認識這位神 所以說幕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榮耀 神的應許並沒有落空 感謝主 榮耀歸神 阿們 相信大家聽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覺 就是我們原本以為看起來這麼這麼如師如歌美好的姊妹 可是他們所經歷過的真的是我們非常非常難以想像的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就是實在是感覺太多了 一直真的很難述說出來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呢 大家可以看到原本我們的主題是 一段花樣女子蜕變成為大樹的生命故事 那其實本來地下這個標題呢 實在想就是 我們從以前的時候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都充滿了許多的夢想 然後我們都跟花一樣的美好 可是呢經過的許許多多的過程 就是第一關的磨難就是結婚 好像我們今天單身在這邊的姊妹好像還不多 不然可能就嚇到她了 可是其實我們有一個更大的看望在後面 我覺得後面我們就是有那個主的生命造福裡面 我們不僅是成為那個大樹而已 更要成為那個蜀精的性情 有神自己加添就是滿有愛光聖和義 那因為姊妹們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用心認真的預備 那我覺得這樣姊妹就會越來越更好 那我們很需要姊妹們就是 將你們今天所聽到的 然後可以跟我們做一點回饋的分享 也可以給今天這兩位分享的見證人為一點回響 就是大家很好的鼓勵 然後我想分享一下 我就是還沒有結婚的姊妹 我剛聽了第一個就覺得太可怕了 覺得不可以結婚 然後又聽到第二個姊妹她說 結婚就是磨難的開心 我就覺得喔天啊 主啊這個真的有辦法嗎 可是我覺得也很磨著 就是姊妹們她們告訴我們說 始終人都是會被神變化的 這些一切新奇的環境 都是要使我們成為神手中得用的氣 所以也要相信主 在我們任何的盡頭都是神的起頭 那也很希望姊妹們可以有一點 林碰林有一點分享 我們可以先唱一下 就是我蠻有感覺的 可以先唱一下剛剛的詩歌526 我們唱第一節好嗎 對啊第一節的部分 就可以了 大的詩歌526 我們開始唱 謝謝 無語 什麼缺席一曲 生活有力 幸福有同量 做不得心 世間的愛情 為了留愛 無限的力量 無私的愛 好 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個機會 我認識鄭宇諾姐妹非常久 因為我跟她讀同一個學校 而且同一個科系 然後我只比她小一屆 她剛說她在學生時代 擔任學生活動中心的聯誼社的社長 不巧我就是接她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在學校裡面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要擔任職位的人 基本上要長得非常的漂亮 當然我知道我接了她這個位置 讓同學有點失望 但是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是以才華取勝 到了畢業之後 我也跟她做了同樣一份工作 她在台北榮總 我也在台北榮總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的經理 可能會一直複製這個學姐過來 她嫁給一個姓陳的弟兄 但是她結婚的日期跟我結婚的日期 其實是差了十年多 那我到今天才知道說 但是在生小孩的經歷上 我比她幸運這麼多 我第一次懷孕就生了一個男孩子 而是在結婚兩年半之後 所以呢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一個我一直覺得 她是神未曾應許 但是她真的就有這個應許 她總是天色藏蠻 然後我總是天色藏黑 可是呢我在這一點上面 我竟然有一點比學姐 還要好一點的經歷 但是大家也知道說 在我羨慕她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得救的 所以基本上 雖然我有比她好的生活上的經歷 但是呢我最後呢 我得救的那個原因 跟她完全一樣 人的鏡頭生了其後 我因為這兩個很順利生出來的孩子 就得了嚴重的魷魚症 就是在孩子的教養跟過程中 受到非常多的挫折 所以呢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反方向 來見證說 神未曾應許天色藏蠻 神也未曾應許 祈禱我們的人生都是平坦的道路 但是神一定應許 祂給我們的 就是那個 不會衰殘 不會毀滅 那永遠的生命 阿們 所以我就很感謝主 神給我們的這個生命 真的是恩典夠用 那講到那個我們的窮屋姊妹 她有一個堂妹 也是我學生時代最要好的一個同班同學 那雖然她到現在還沒有得救 但是我的得救跟她也多多造少少也有點關係 那那個飛鼻姊妹在生病就醫的那個時間 剛好就在我們的骨科的病房 我每次呢 我都非常地害怕去看飛鼻姊妹 因為我總覺得這個姊妹臉上表露出來的那種生命 跟那種的祥和柔和的那種光芒 常常會讓我覺得 我也要懷疑 我的神是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在那樣的失戀和那種苦難當中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很平安的跟人家說 姊妹明天會好 神一定會救你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我也會有點軟弱 所以我覺得為神應許天色常來 但是天色常來不是給你信心 天色常來是給你的引導 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天色常來必須是在你的生命之中 而不是在外面的表象 所以我很感謝主 我覺得我有一次我去 我記得那時候我去看特飛鼻姊妹的時候 她正在畫畫 她在畫一個數字油畫 然後我去看她 她就用一隻手 然後一隻腳這樣子端著那個畫板 然後一隻手這樣子慢慢的點在畫 其實那個感覺我後來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也非常喜歡畫畫 我小時候也學過 但是我總覺得說我畫不好 所以我就不要再畫 我看到飛鼻姊妹之後 我很感動 她只有一隻手 我有兩隻手我都畫不好 她一隻手畫得比我還要好 我就覺得說神真的有時候在我們身上 不見得讓我天色常來 但是神有一個生命 讓我可以永遠得勝 所以後來我退休之後 我也開始學她 把我的畫板拿出來 把我的以前丟到那邊那個數字油畫 又拿出來的畫 哇這一畫開啟了我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安慰 可別鼻被主接走了 可是她給我的那個畫面 她給我的那個能力的那個啟示 永遠留在我的心裡面 所以我覺得永遠成為我生命中一個 很好的一個見證 我覺得這個姊妹讓我知道說 神的能力不在於我們所要求的 也許不是結婚第一年 就給你一個男孩子 也許不是在你生命最軟弱的時候 就給你一個見證 但是神一定給你一個夠用的恩典 讓你可以經歷過 這樣這麼多這麼多 你覺得你不能勝過的事情 感謝這美主 阿曼 我們需要給我介紹一下 我是醫小區的董事楊明姊妹 阿曼 對然後 當天的穎若姐跟秋露姐的見證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而且覺得心有戚戚戚 我家的英雄就是看英雄這種人 就是所有的姊姊妹都說他超好 超愛的 然後真的所有的人 就只有我在抱怨他不好 這個抱怨不好 都騙你一大堆 我覺得這種苦的愛之後 後面主也知道 但是呢 真的感謝主 對啊 在照會生活中呢 我們有弟兄姊妹 對 記得那個 嗯 我弟兄呢 需要開家做小區主日的時候 對 我們那時候應該是 有兩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才一歲多而已 對 然後從那時候 從那時候到現在的十幾年了 就是中間我還懷孕 生了一個老賽 嗯 我弟兄幾乎沒有排過一次主日聚會的椅子 對 都是我懷孕 然後帶著小孩 那時候小孩應該還沒睡覺 因為比較小 然後就是一大早起來排一次 對 其實那時候很多的抱怨 對 還覺得你說一句話 我就真的要不要我 你知道 然後你就這樣子 然後上班啊 然後什麼 就是去做他的事情 對啊 就是 感謝主 這一切的辛勞呢 在那個主日聚會開始呢 就是 以前呢 我記得每次都是菊妹姐先到我家 對 我覺得 其實在菊妹姐到之前 我一直想說 菊妹姐啦 一定要跟她好好抱怨 像我弟兄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感謝主 菊妹姐一來 我就覺得 有那種神的安慰 就能到我 就是 所有抱怨的話都忘記了 就覺得 心裡就滿了了那個神的喜樂 跟弟兄姊妹們的愛 對啊 嗯 所以在這麼多年的照會生活呢 其實就是 就是感情也很深 對啊 我們還記得就是 這很深的意思就是 我在懷孕生老三的時候呢 對 其實那時候開家嘛 然後又帶著兩個小朋友 就是其實家裡一直都不是很亂 只有那個主日聚會的那天 早上才很整齊而已 對 然後 我們小區又有兩個姊妹 對啊 其實 就趁我呢 去那個 坐月子的時候 因為坐月子就沒有辦法看一下 所以我有把料事 就交給弟兄姊妹 然後呢 他們就 自己跑來我們家 把我們家整得好整齊 好漂亮 那時候我坐完月子回來 覺得 真的是超級感動的 就覺得 這個不是神的愛 誰做得到呢 對啊 我就想說 師母家還要用人去打掃呢 可是她要掃 整理我們家的房子 對啊 然後 覺得 在照會生活中呢 真的 嗯 就是除了家裡的弟兄 我就覺得 這是弟兄的妹 對啊 讓我們經歷在這個照會生活中 覺得在這個照會生活中 真是有神 只有神的愛可以做到這樣子 對啊 所以那個 師母們 看到我們 比較年輕的 有需要幫忙的話 也 就是有時候你們 一句安慰的話 就像我們那時候 覺得很無助 然後 局妹姊一來 說 楊明啊 最終過了怎麼樣 我就覺得 全部都得到了安慰 謝謝主 對啊 對 在這裡 剛剛在那裡聽見證 我就 就想到以前 黃孝恆基兄 很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 照會生活 真是好得無比 Amen 跟大家分享 謝謝主 Amen 謝謝 石謙姐妹要分享 原來在位子上就可以了 謝謝主 真的很謝謝 楊慧姐妹的分享 那其實像我 我雖然也知道說 神沒有異體花香常脈天色常藍 那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神的美意不必測喔 但是呢 如果沒有這樣回個見證喔 其實我覺得我很難 就是只是憑著性往前喔 所以像以諾啊 雄武啊 你們這樣的 你們真的是我過招惠生活的榜樣 而且這樣的見證喔 就是真的是提醒我喔 就是讓我在登豪賽程的路上 我真的是要一直依靠主來求問神喔 其實就是每每在我軟弱下神的時候 就是除了有神的話 能夠幫助我以外 其實因為我們上位生活 常常會有這樣的見證喔 那我的腦海中更是會浮出 一個一個我聽過的見證喔 那像這樣子 就成為我往前的力量 所以我要打一個小廣告 就像這樣的姊妹聚會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次 那真的是很希望 就是姊妹們大家都能夠來喔 那因為藉著這樣子 我們姊妹喔 常常都來在一起 我們才會彼此更熟識 那也藉著這樣的熟識喔 我們彼此才能夠真的是 更多的相愛在一起 更多的建造在一起 而且真的才能夠 彼此相顧相惜喔 來這樣一同奔跑蜀天的賽程 我們奔跑 我們感謝祖 我是尊賴美容姊妹 好的 然後我直接說 真的很 我很感動 以諾跟那個 那個敲骨的見證 我是以諾的 我是誰 我是誰 三嫂 三嫂是嗎 對不起喔 我是他的三嫂 喔 主耶穌啊 看到我們以諾 阿們 喔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他們這樣子的見證 他是我們家中最小的一個小女子 哈哈哈哈 真的是 主啊 應該是最幸福 對 最幸福的 沒錯 到現在都是最幸福的 可是真的 真的 喔 主啊 阿們 那個過程中 學校替以諾這樣交通 他真的是很 沒有想像他真的是經歷這樣的 為了要努力生小孩 我經過這麼多的過程跟苦難 其實我印象蠻深刻的 從他長痘痘 我真的有看到喔 我真的真的是不好看喔 對啊 跟臉膠 不是一顆兩顆喔 是整片 如果是長掉我身上 我大概每天哭 他左邊右邊耶 真的 然後 然後 我直接說 但是 感謝主 真的在神的家中 是神益許的 阿們 神所真的是配偶 阿們 弟兄沒有看見他的 這樣的確定 但是感謝主 經過這樣的過程 阿們 喔 主耶穌 阿們 是 那個以諾剛剛說 人的盡頭 就是神的起頭 阿們 他能夠真的經過這樣 生產之苦 他經歷這個 放下一切的努力 然後經歷那個 死而復活的神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我們的激勵 阿們 耶穌 然後看見那個熊武身上 喔 主啊 真的是我們都是像那個抓奪的雅各一樣 但是呢 喔 主啊 我們真的是透過神給我們的環境 阿們 真的是能夠變化我們成為以色列 阿們 喔 主耶穌 阿們 所以神的應許不會落空 阿們 我們今天看到熊武經過這樣 如果是 如果是 是我們 發生在我們身上 不管是以諾的經歷 或者熊武的經歷 喔 主啊 真的失去最寶貝的女兒 喔 主啊 真的是我們可能真的是會滿了埋怨 可能不停止的埋怨 但是呢 因著有神的愛在他們的裡面 就像師哥說的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來 但是神卻應許試煉得幫助 危難中有依賴 然後 這個不死的愛 剛剛是剛唱的那個 喔 無限的體諒和不死的愛 在這個過程中經歷神的愛 神是我們最大的依靠 我們在一般的人當中 一般世人當中 可能沒有神就沒有指望 但是我們在神的家中 在照會中 我們卻是有神有盼望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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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我是以後的姊姊 就是她剛剛見證說 我很忙的那一位 我今天還是從台北的東區感來扶持她 因為我妹妹跟我是我們家中 唯一的兩個女兒 我們家其他就是兒子 那她因為小我七歲 所以她是從小 我就是背著她長大的女兒 所以跟她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她有任何危難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我 所以這次要做見證 很早就開始預備了 她很負重這一次的姊妹 阿們 阿們 那我覺得這中間過程 我跟她兩個對她的稿子 也看過非常多一次 我覺得今天她真是把榮耀歸給神 阿們 因為她是我從小看長大的妹妹 那一路實在是有主的命令 我相信今天做見證的兩位姊妹 都是從年輕就認識這位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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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我們坐在她的身體裡成為 可是近共用的肢體 阿們 所以今天無論環境如何 她都有美意不再遺掙 阿們 因為我們真正是神有美意推測 我覺得任何一個為難的環境 對我們都是益處 鼓勵在座沒有進入婚姻的姊妹 一定要進入婚姻 沒有小孩的 一定要向主要 要有著身材如養之福 因為這真是人生非常奧妙的一件事 沒有經過這些試煉 我們都還是很內顧自己的人 但是因為有這些試煉 在婚姻中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 我們漸漸的背處 了結我們的自己 還能夠更經歷 這位做恩典的神 他的恩典 永遠是夠我們用的 永不敢力窮的 所以我覺得 真是鼓勵姊妹們 沒有進入婚姻的 要換筷筋的 因為神說那人獨不得 一定要在婚姻中 來經歷聖為共同的恩典 所以我覺得 非常感謝主 我今天有機會來到這裡 與姊妹們一同相調 這樣的姊妹聚會 實在是 藉著姊妹們的見證 把我們這位神見證出來 實在在每個人身上的製作 是不一樣的 但是都是要把我們做成 基督身體上 活而盡功用的自己 是 來來來來 來來來 謝謝 希諾姊妹為我們帶來的小總結 真的是很有生命的盼望 可是我覺得剛剛聽的 會不會大家會嚇一跳 但是要看見就是 裡面我們有神的生命 還是有一個永遠的盼望 就是剛剛全無姊妹分享的 你若幸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因為時間有限 想請問 像哪有姊妹想要 就是給一些分享 跟回饋嗎 我相信大概一定有很多感覺 只是要站起來說話 會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對啊 那因為今天很特別 就是我的婆婆 跟我的大姑都有來 大姑去裝水去了 因為我剛剛看到 就是姊姊有分享 就是她聽她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而且姊姊是很熱好分享的 她立馬就把 她聽到這樣的 相關的信息內容 然後見證 就傳到她的群組裡面去 然後說如果 千姊的話 也想請我們姊姊 因為她也 她也還在認識組的過程中 可以給我們一點 簡單的分享好嗎 姊姊突然被Cue了 所以大家要給她扶持 謝謝你 所以必知所措這樣 就是本來 對 好 那謝謝今天立芬邀請我來 其實我今天的行程也是很滿 因為我跟這邊很多姊妹一樣 我生了三個小朋友 然後最小的也是九個月大而已 然後今天下午呢 去上了一個課程 就是關於我們這個 這個老年人的男生跟女生 可能會碰到一些問題這樣 然後為了我們家的長輩去上課 然後呢下午又忙 那晚上就趕過來這邊 那感謝主就是 可以聽到很多人的生命故事 那其實呢 我覺得 我以前也是一個很順利的人 因為就是可能 我的爸爸媽媽給我生了一個 還不錯的頭腦 所以念書的時候呢 就得了很多的獎啊什麼的 但是我真的也是深刻的體驗到 什麼叫做結婚之後 是我們第二個人生 那甚至是生了小孩之後 啊過去的人生好像一場夢啊 現在呢 就跟以前的那個 所有的待遇都完全不一樣 所有事情都要扛起來 那甚至為了 因為第三個孩子也是 主特別 這個不能說篩個 我是自給我 原本我第二個小孩 大一點的時候 我要去上班了 可以恢復我這個 有自由經濟獨立的 那個新時代 女性的人生 但是呢 因為老三的出生 我不得不留在家裡 那所有人生的安排呢 就有了轉彎這樣子 然後原本沒有跟公公婆婆 住在一起 因為老三 我們為了想要給他 一個比較好的照顧 所以就回去跟公婆住在一起 那小畢 大家應該都可以經歷說 原本自己住在 在自己的家的時候 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所有的事情 但是跟公婆住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破碎自己 然後呢 去融入這一個家 那甚至一開始 可能跟公婆之間 有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很高興的是 在豬裡面 我得到了很多的啟發 就是說 當我們碰到衝突的時候 不應該直接去挑起 紛爭或者是說硬碰硬 而是要去體諒到對方的想法 然後呢 我們去共同想出一個什麼樣的新作法 可以讓我們這個家更和諧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是心裡不是很舒適 但是跨過了那個障礙之後 就覺得啊感謝主 就是讓我有這樣謙卑的心 然後知道要去跨越這個原本生命中 看起來是障礙的部分 來到新的原生 那甚至因為婆婆她也帶了兩個小孩 所以其實我每天回家 幼稚園下課之後 我們家就是五個小朋友 然後裡面有三個四男生 所以呢 就是每天不停都呈現 被掀起來的狀態 那我也是覺得說 欸感謝主給我這個試煉 每天呢 就是要把這些很喜歡 天性喜歡征戰的這些男生呢 就慢慢的引導他們 讓他們互相去愛彼此 那對我也很高興說 他們有這樣子這麼多的兄弟姐妹 可以互相照顧 以後有機會的時候 也是希望可以一起帶他們 去參加內部的兒童牌 讓他們可以接觸主耶穌 那謝謝你們一路上一時 鼓勵我 對面對這個人生 阿曼 阿曼 謝謝姐姐的分享 對 可以 那受傷者這麼高興 對 我覺得實在聽到 子佑的分享 實在是很副動到我 副動到我 真的是那種感覺 就是說什麼時候 其實我們才會覺得 這位神對我們實在是真實的 實在就是在這個四殿和這些的試驗中 四幼中 那我覺得真的是很寶貝說 在子妹身上的這些的經歷呢 也真的是激勵我們 其實在我們人生各樣的階段 各樣的一個角色裡面 我們或者是為人母 或者是為人媳 甚至是為人子女 是為人妻 甚至在我們的婚姻生活 我們的家庭生活 甚至我們現在的子妹更辛苦的時候 還在職場的生活裡面 我們經歷各樣的 真的是所謂的試驗和試驗中 但是感謝主 就因為我們真是裡面有主 雖然說也是在地上 是一個老虎的生活 但是呢 我們卻因為不斷的來經歷 這位主做我們的恩典 也不斷因著主 我們願意來就近主 那在從主的話中 也實在是讓我們學得 這個主啊 只有你才是使得我能夠行走 有力 無效有光 阿們 那感謝主 我也覺得 當在聽子妹的這樣的分享裡面 我就想到最近讀到的一句 在陳奕聖言所讀到的這一段話 神已過 並如今在我們身上的一切對付 都是為著身體來預備我們 他在我們裡面 一切的工作乃是清楚的過程 叫我們能成為基督身體 盡公佑的肢體 阿們 只要願我們大家都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學得這樣的秘訣 在神所良用的環境裡面 首先學得順福阿們 順福就使得我們真是能夠 盡力他做我們生計的救恩 阿們 也更多能夠盡力身體的連結和供應 阿們 很謝謝主 如此我相信 我們不僅能夠得到主的救恩 也能夠成為身體的祝福 阿們 那我覺得 在這樣的聚集裡面 真的是更寶貝的是 弟兄姊妹們呢 我們藉著這樣子 我們三三兩兩 前後盤 一起同心的禱告 帶下神更多的祝福 阿們 恩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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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和關係 對 不好意思 相信這一次的姊妹聚會 就是跟以往的形式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更多認識我們自己 姊妹所的姊妹原來有這麼多的公佈 大家先不要移動我還有兩件事情 就是呢 下一次的姊妹聚會 時間是5月25 那我們寶貝這樣的聚會 就是首先就是對我來說很驚訝 原來像照完弟兄外表這麼冷峻的人 有這麼熱情奔放的內在 可以見到的第一眼就一鍵鍾情寫情書 然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姊妹為我們做分享 就可以看到原來這麼多人 就是他們聚會的樣貌 他們裡面有內在那個一面 都是需要等著我們慢慢發掘的 下一次聚會5月25 請大家預留時間 另外呢也有點清楚的姊妹為我們預備了茶點在後面 請大家務必要留下來一起享用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分享跟交流 那我們聚會就先停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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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記得要吃點心了 好 好